第1778集 怎么了 刘晴不由得诧异地看了叶好轩一眼 女人的感觉一向是十分灵敏的 她感觉到了叶好轩情绪中的那丝变化 没事 叶好轩笑了笑 刚才你的样子和我一个朋友很像 我想起她来了 你女朋友 刘晴问 为什么会这样问 叶好轩的神色有些古怪 谁不知道你一生天性风流啊 据传你的女朋友可是很多的 刘晴干干笑道 叶好轩苦笑 她压压头的 快走吧 我们前面的路还有很长的 越向里面走 山路就越难走 而且里面根本就没有路可言 到处都是长满的荆棘 叶好轩倒有些怀念起来 北极熊那几个坦克的 在丛林里面 五个人在前面开路 正是因为有他们几个人的存在 所以里面的路根本是一点也不难走 不过那五个坦克 被李延欣干掉了两个 着实是有些可惜了 前面的山路有些陡峭了 叶好轩一跃而起 反身爬上了一块巨石 她转身 向刘晴伸出了手 把她给拉了上来 我们 还有多远 刘晴气喘吁吁的说 今天恐怕是到不了了 快中午了 等会儿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休息一下 吃点东西 叶好轩拿出地图看了看 距离目标还有很远呢 她的体力倒是无所谓 因为她的体力足够好 就算是一直走上三天三夜 也不知道累 但是 留情不行啊 说真的 叶好轩是有点后悔带她来了 如果不是她来 自己赶路一定会赶得很快的 不过叶好轩是临时决定 到圣山深处那里去看看 她觉得 这次超级病毒的事情 和圣山深处的那个传说 是有关系的 对不起啊 我拖累你了 刘晴有些垂头丧气的说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可能走得更快一点 说什么呢 叶好轩笑道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而且有你这么一个美女作伴 那是多少男人求都求不来的 刘晴的脸一红 她感觉叶好轩的话里面呢 有着几分挑逗的意思在里面 虽然她平时是一个严谨的人 对于一些轻浮的男人不喜欢 但不知道为什么 叶好轩挑逗起来她 她并没有那种不好的感觉 相反 她居然有些喜欢 而且 还有一些兴奋 自从和前夫离婚了之后啊 她就一心投入到工作中 她不知道自己有多久 没有想过这男女的事情 但是现在和叶好轩在一起 她居然有些春星蒙动 她越是想 越是感觉到羞愧 她摇摇头 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给抛至脑后 然后站起来 我们继续吧 好 我们继续 叶好轩点头 由于山市比较险峻 所以她一只手拉着刘晴 防止她站不稳 一路向前走去 终于 翻过了这座山峰 到了峰下 有一块空地 空地旁边有一个小溪 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顺便做些午饭 好 刘晴早就累得 双腿有些发软了 听叶好轩说要在这里休息 她也着实松了一口气 因为再向前面走的话 她的腿都要断了 她刚一坐下便哀哟一声 捂着自己的小腿 脸上露出了一副痛苦的表情来 怎么了 本来拿出了一套折叠锅具 想在这里生活做饭的夜号 宣吓了一跳 她连忙走到了刘晴的身边 对 抽 抽筋了 刘晴脸上的表情十分的痛苦 你啊平时营养不够 身体缺乏微量元素 这是缺钙的表现 坐下 腿伸开 可是 很疼 刘晴尝试着 把自己的腿伸展一下 但是稍稍的一动 那股钻心般的疼痛 又从她的腿部传来 没事 坚持一下 很快就好 夜号轩抓住了她的脚腕 缓缓地把她的腿给伸展开 然后一只小手在她的小腿上轻轻地一按 缓缓地揉捏了起来 刘晴不由自主地叫出声来 她感觉夜号轩的手法很娴熟 按在她的身体上也很舒服 她只是随手的一按 本来有些疼痛的小腿 现在居然不那么疼了 随着夜号轩越来越用力 加上真气的注入 她腿上的疼痛就缓缓地消失了 夜号轩一边按一边问道 怎么样 好点了没有 好 好多了 刘晴有些结结巴巴地说 别别别按了 我没事了 哦 夜号轩恋恋不舍地把手 从刘晴的腿上挪开 说真的 刘晴的小腿纤细柔软 只要是个男人 都不会没有一点想法 夜号轩是风流 但是现在的他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了 而且他的定力 比起以前 是要好那么一点的 我 我去方便一下 刘晴站起来 他的腿已经不疼了 他的脸颊通火 他不清楚这是多久没有和异性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了 他觉得呀 夜号轩的这一双手摁在自己的腿上 那种感觉 真的是难以表达 如果夜号轩再按下去 他真的会欲仙欲死的 那小心点 我先弄点吃的 夜号轩道 嗯 刘晴红着脸点点头 然后逃一般地跑到了一边的丛林里去了 夜号轩拿起了锅具 走到了西边 他先是拿出了一个小仪器 检测了一下这里的水质 结果 发现这里的水质很好 而且矿物质十分的丰富 只可惜的是 这山里面平时没有人居住 不然的话 长期喝这里面的水 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刚刚打完了水 便听到丛林里面传了一声惨叫声 这是刘晴的声音 夜号轩吃了一惊 这种地方难不成 还有什么可怕的鬼东西不成 他连忙丢下了手里的东西 向着刘晴所在的地方奔去 刘晴是迎面跑了过来 他一边跑一边尖叫 有蛇 有蛇 蛇在哪里呢 夜号轩连忙地拦住了他 那 那里 刘晴的脸色都有些发白了 他整个人几乎都要扑到夜号轩的怀里了 蛇这种生物只要是个女生 一般情况下都会怕的 虽然刘晴也是常年拿手术刀的人 什么心肝脾肺肾 那都是见过的人 但是他对于这种细长扭曲的东西 还是十分的害怕的 夜号轩感觉他的身体都有些软了 顺着他指的方向 果然啊 一条全身上下 都是绿色的蛇 伸着小脑袋 在这里游来游去的 时不时地吐着蛇杏子 夜号轩一把银针就甩出去 把这家伙给钉在了树上 然后道 没事了刘姐 已经解决了 刘晴双腿一软 扑通一声坐倒在地上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看来刚才的那一幕 把他给吓得不轻 好了 没事了 夜号轩拍拍他的肩膀 用上了清心咒 刘晴的心神一震 他这才回过神来 死了吗 他死了吗 刘晴连头都不敢回忆下 他只是紧紧地抓着 夜号轩的手臂问道 死了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那东西已经死了 夜号轩有些哭笑不得地说 真的没事了 一条小蛇罢了 而且是没毒的 不用怕 他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我们 我们快离开这儿吧 刘晴抓着夜号轩 不敢松手 好好好 我们离开这儿 夜号轩拉着他原路返回 到了休息的地方的时候 刘晴突然不走了 他的脸 微微地一红 想说什么 但是又有些 不好意思说出口 怎么了 刘姐 夜号轩有些诧异地看着刘晴 这个年纪的女人 居然会像小姑娘一样扭捏 这让夜号轩有些不解 那个 我刚才还没有来得及 方便 就遇到蛇了 刘晴有些忐忑不安地说 那 你继续 夜号轩向一边一颗三人核爆醋的大树后面一指 可 可是我 我有点怕 刘晴想想刚才的遭遇 她的脸色还是有些发白 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没事 这里没有那么多事啊 你 你在这儿别走 和我一起 不然的话我害怕 刘晴咬着牙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她真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真的呀 夜号轩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而她清楚 她现在这个年纪啊 对于男人的诱惑力 那到底是有多大 但是她现在被刚刚那条蛇给吓到了 如果说让她自己在这里面 方便的话 她肯定是做不到的 所以说她想让夜号轩 在这里陪着她 那好吧 夜号轩有些无奈地说 你 你转过身去 刘晴的脸有些发烫 她甚至连抬头看一眼夜号轩的勇气都没有 夜号轩转过身去 她捂上眼睛 你放心刘姐 我是不会偷看的 如果我看 我只会光明正大地看 哎呦 本来已经解开皮带的刘晴 听到这句话 这真的是恨不得踹夜号轩一脚 这家伙这算什么话 你不会偷看 只会光明正大地看 呃 不过好在 夜号轩始终没有回头 刘晴解决完了之后迅速地起身 然后红着脸 头也不回地在前面走 夜号轩善善地笑了笑 她突然觉得刘晴这个女人 也挺有意思的 夜号轩开始生活做饭 她带的家伙是复合材料制成的 而且出发的时候 她带了足够的干材 只要用开水一发 这些干材就能食用 而且夜号轩的厨艺 那一项是不错的 清炒木耳 黄的诱人的炒蛋 一个腐竹 再加上夜号轩从河里 抓上来的一条鱼做成的汤 这一顿饭虽然看起来简单 但是在野外 能有这三菜一汤 这已经是着实的不容易了 而且 夜号轩这个菜做得确实不错 就这一碗米饭 刘晴倒是吃得很好 吃饱了没有 夜号轩笑道 千万别客气 在野外吃东西 我一项是就地取材的 饱了 我真的吃饱了 之前我的饭量 也就是一小碗 今天已经破例吃了两大碗 我真的一点也不跟你客气 那好 休息一下吧 两点以后再出发 夜号轩说着 收拾起桌子边的东西来 我帮你吧 看着夜号轩在河边 清洗碗筷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刘晴想起了自己的前夫 那个人渣 那个从来不做家务的人渣 简实就是在侮辱人渣这个词 没事 我自己洗就好了 你体力不行 休息一下 下午的路还有很长呢 我习惯做家务了 刘晴拿着一支碗 在溪边清洗着 悠悠地说 我突然想起我的前夫 一下班 他除了躺床上 就是打游戏 饭来张考 一来身手的孙子 同样是男人 为什么他和你的差别 就这么大呢 你离婚了 夜号轩不知道 刘晴的情况 他有些诧异地问 嗯 离了已经七八年了 刘晴 为什么离婚呢 夜号轩苦笑的 我感觉 现在的人不像是以前的人 一言不合就开打 现在的人不打 只会冷战呢 可是有些时候 冷战起来 比大打一场还要可怕 现在的人就是这样 能过就过 过不成 一言不合就离婚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